这起事件昨天也带您掌握了花莲东华大学一间有铁皮屋搭建的校外宿舍 前天半夜发生了大火 那么因为现场的唯一逃生的通道被大火给堵死了 学生逃生无门 最后呢没有办法呢 他们就打破了这玻璃从后面逃生 但意外还是造成一死12人分别受到轻重伤的悲剧 昨天建制人员和家属返回火场 死者妹妹忍不住双腿瘫软 夜面痛哭 至于起火原因 现在怀疑是纵火案 漫天的火光中还夹杂着惊人的爆炸声 学生用手机拍下了火警当时宿舍陷入一片火海的可怕景象 回忆起当时的状况 目击的学生还心有余悸 火荷车还一直爆炸这样 就蹦蹦蹦蹦蹦蹦 然后就越少越大 然后整个屋顶就塌下来 铁皮搭建的校外学生宿舍 耐不住高温被烧的歪七扭八 等到警销人员逐一清查火场 开始传出令人遗憾的消息 南的第三间啊 南的第三间啊 学生吧 那个是谁生吧 龙掉了 阿鲁皮都溶掉嘛 外面还有铁丝网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逃生嘛 东华大师学生许耀廷不幸命丧火哭 和他同住的女朋友及另一间房间的女学生也重伤送医 造成这要命的伤亡 全是因为宿舍的起火点 就是在前方的机车车棚 堵死了唯一的逃生之路 后方又有刺丝尾力挡住 火警当时学生四散奔逃 却像龙中鸟一样插翅难飞 拿不开然后已经有缘故了 我觉得不对了 就赶快敲窗屋爬出来 后方逃出来的学生不是被剥离和刺丝为力刺伤 这又是呛伤 上午重回火场 死者的妹妹见到哥哥的遗体 瘫软痛哭 起火点在入口的 入口的前两部机车 起火点的机车被烧得只剩支架 发生一丝两重伤的惨剧 学生哭成一团 见识人员初步判定 极有可能是宿舍前方的机车遭到纵火 才会酿成这起悲剧